中文字幕 李宗盛 那你为何昨夜出现在厨房 我饿了 我找吃的不行 有何证据 没人证明 既然没有证据 本侯想听听你的解释 既然大家都想知道 我就给大家描述一下 昨天发生的情况 昨天是这个样子的 那个火呢 是从外面烧起来的 但是 我是在屋里头的 而且 这屋里厨房的门 是被反锁的 如果真要是我放的火 那总得有人 跟我礼仪外合才是吧 你们说这人是谁啊 不不不 不是奴婢 奴婢昨天晚上 一直在四过隔睡觉 管事柳萌萌可以作证的 是的 是的 火是害时烧起来的 刘管家 回侯爷 外院的家谱都有宵禁 全部都在屋内 只是内院的几个 一等丫鬟 不归小人关 哪几个是一等丫鬟 一等丫鬟 那就是沐雪 半夏和檀香啊 我们冤了 侯爷 我们冤了 先起来 不是 这放火之人啊 确实有一个疏漏 恐怕他自己也不知道 就是这个 有人用这把簪子 锁上了厨房的门 一个烧焦的簪子 还有门锁 证据在此 有人就是要故意加害于我 而且还差点让我丧命 可是大夫人 你怎么知道这根发簪 就是锁门锁的东西啊 因为是我在火场找到的呀 这些东西 确实是夫人在火场捡到的 鬼白亲也所捡 鬼白的话 大家总得信吧 是吧 这簪子已经烧成这样了 又怎么证明 这是谁的簪子呢 对啊 其实刚刚呢 我在各位的周围走了一圈 也不是白走的 我就发现啊 这屋子里确实有人身上的味道呢 跟这个簪子留下的特别像 就好像就在前面啊 大夫人 我家伯下向来装厚老实 他是不可能放火的 哦 看来还是得凶一点才行 哎 刘管家 如果按照之前我定的家规 该如何加法处置放火之人呢 依照夫人之前制定的家规 下人若有投毒 纵火等恶行 则以其人之道 还止其人之身 被大火活活烧死 若是互相包庇 出以同等责罚 大夫人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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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王方都和我家小姐 什么都不知道 大夫人是我 是人是 你我家小姐无关 我家小姐什么都不知道 我求求你了 大夫人 大夫人